大家好,歡迎來到中榮直播 那最近又有猝死的新聞發生 所以讓我們開始又感到害怕 那今天我們很開心邀請到台中榮總心臟內科 謝玉整主任來跟我們談談心臟猝死 哈囉,主任好 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來跟大家探討一下有關於心臟猝死這一方面的議題 那麼我們知道心臟的心血管疾病常常是造成猝死最常見的原因 所以我們今天來跟大家來探討一下有關於猝死要注意的事項 我想請問主任,好多人為什麼會突然猝死啊? 心臟猝死的定義代表說心血管疾病發病之後 在24小時之內就會影響到生命 這樣的定義叫做心臟猝死 那心臟猝死最常見的原因還是來自於90%都是來自於心血管疾病 那這些心血管疾病最常見的還是來自於心肌梗塞 也就是我們所謂的冠狀動脈心臟病 那另外一個常見的疾病就是心率不整 那特別是心勢戰動或心防心勢心勃過疏 那這兩個疾病是最常見的心血管造成猝死的原因 那如果是心臟造成的猝死會有什麼征兆嗎? 過去的研究統計 如果在發生心臟猝死之前 將近50%的病患其實他是沒有征兆的 那麼從有征兆的病患來講 他們最常見的症狀都是來自於胸悶 運動會喘 或者是運動耐受性不良 或者是經常心臟有蹦蹦跳心劑的情況 那在心臟猝死他的高危險族群 是40到60歲的國民 那40到60歲這樣的年紀剛好活動性也大 那麼工作壓力大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常常有高血壓高血脂 或者是高膽固醇 這幾個疾病如果沒有控制的話 那他就很容易造成心血管疾病的發病 那甚至會引起心臟引起的猝死 那想請問主任心臟猝死有沒有什麼警訊 好 那麼心臟猝死的警訊呢 我們今天歸納了幾項警訊 來跟大家來說明 來跟大家提醒 那第一個就是喘 這個喘在我們心臟 在我們活動的時候 他會供應我們身體的氧氣 還有供應足夠的血流 所以當心臟發生問題 心臟沒有辦法供應身體 足夠的血流跟氧氣的時候 那我們運動的時候就會發生喘的情況 那麼特別是爬樓梯 如果開始漸進式的喘 那或者是運動的時候 發現運動力逐漸的下降 那這種情況就要懷疑有心血管疾病的發生 也是促使的高危險 那第二個常見的症狀就是悶 運動的時候產生胸悶 活動的時候產生胸悶 這幾個情況代表的經常是心臟的缺氧 所謂的心臟缺氧 我們可以從這個心臟的模型上面看到 我們心臟在跳動的時候 需要供應氧氣 那這個氧氣跟血流 就是來自於我們心臟表面的冠狀動脈 如果說有高血壓高血脂 或者是高血糖沒有控制的話 這個血管它就會產生逐漸的狹窄 這個血管它就會產生逐漸的狹窄 當血管狹窄的時候 運動時血流供應不足 就會產生胸悶胸痛的症狀 更嚴重的時候它就會產生堵塞 那就是我們所謂的心肌梗塞 那心肌梗塞 就是造成促使的一個很高危險的一個病因 那第三個常見的症狀也就是暈 當我們心臟在跳動的時候 它會供應我們全身足夠的血流 但是如果心臟出了問題 它的收縮力下降了 血流供應不足 特別是腦部的血流供應不足 這時候就會產生頭暈的症狀 那第四個最常見的症狀 那就是心臟蹦蹦跳 那這也就是所謂的心率不整 我們知道心臟的跳動 會供應我們身體足夠的血流 但是當跳動不穩定 心跳太快的時候 可能會引起血壓下降 血流供應不足 特別是心率不整發作的時候 瞬間的血壓會下降 那發病的時候 會造成血流供應不足 全身血壓下降 那這時候就會有昏倒猝死的情況 所以我們今天來跟大家提醒 心臟猝死的幾個高危險的症狀 那包括第一個是悶 然後第一個是喘 然後第三個是暈 那最後一個是心臟蹦蹦跳 當有這四項警訓發生的時候 那民眾就應該要盡速的就醫 找出這幾個症狀會發生的原因 來防止避免產生猝死的情況 心臟驟停就要快 保密警訓速就醫 那今天很高興來跟大家分享這個議題 台中榮總 關心您的健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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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